当你说你最喜欢的城市是石家庄 那我就来告诉你 石家庄的农村人是有多么的淳朴 而这一刻我家的核桃树 老家的核桃树的核桃 今年是大丰收啊 马上就要8月15了 核桃都已经陆续的开始把它钓了 核桃都已经张嘴了 所以说很快就会钓好来 大妈妈妈跟着我一起要去市里了 现在我要打点核桃 看这核桃这么大 怎样才能看得出它熟了呢 稍微的一按它 轻轻的往地儿一摔 它就开了 以为是什么呀 以为就是核桃在这包着的 这么多 这个核桃 每年都吃不完 包了包 核桃全都瘦了 核桃 房顶上 那个大 是不是还很大的 你见过核桃用灶棒烧的吗 这就是我家的核桃树 这是个双帽胎 然后轻轻一掰 它在里边就开了 就掉下来了 这是我儿时在我小时候种开的树 掰开以后 它果肉是白色的 我十 十二岁的时候 这个树就开始种上了 多少年 它果子是非常非常白的 特别香 哎呀 这一掰 倒我来 倒我一下 我们农村都是自己家产的东西 都会分享给一些自己的亲戚和邻居 我现在去给亲戚和邻居分享一下 人生的家产的党 并大家 人生的摇晋 我肯定不是 在十三岁 我肯定不是